佛才知道 好 那我問各位 阿彌陀佛 你一句阿彌陀佛功德有多大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誰知道 佛才知道 所以呢 在阿彌陀經佛才說 聖身男性之法 有沒有 所以阿彌陀經佛才無問之說 因為沒有人知道一句阿彌陀佛功德這麼大 因為只有佛才知道 沒有人可以問 所以佛無問之說 那 一樣 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功德有多大 也只有佛才知道 因為觀世音菩薩是古佛再來 過去正法名如來 現行觀世音菩薩 因此 這些呢 都是佛才知道的 那凡夫往往不知道 就以為這個是很淺顯 對 以及歐彌陀佛真的有這麼 有這麼殊勝嗎 功德有這麼大嗎 那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有一個菩薩說 為什麼我每次念觀音菩薩 怎麼好像都沒有反應呢 怪誰啊 怪誰啊 這叫善根還不錯 就好比有的人他理解力高 有人理解力慢 同樣老師講法 同樣老師講課 有的人聽一遍就懂對不對 有人要兩遍 有人要三遍 那一樣的 念佛有人一聲兩聲 就靈驗了 有人要十聲 要百聲 要千聲 有人要萬聲 有人一輩子 都有可能 那就看善根的滲透 所以要積極地賠善根 下面 我們 時間關係 直接呢 講 師父講的 五十四頁這裡 對不起 我應該從 五十三頁這一段就要講 師父這一本 所以者 和諸佛世尊 唯以大師因緣故 出現於世 就是為什麼呢 諸佛 他呢 出世 就是為了一雙大師因緣 那 什麼是大師的因緣呢 就是要對眾生說明 使一些眾生呢 都能同入佛聖 稱為佛的知見 因為凡夫不知道 佛的知見 佛的智慧怎麼開 所以呢 佛必須來對我們講 佛的知見 怎麼開 那 五十四頁 諸佛世尊 慾令眾生 開佛之見 使得清淨故 出現於世 慾世眾生 佛之之見 故 出現於世 慾令眾生 悟佛之見故 出現於世 慾令眾生 入佛之見 道故 出現於世 師弟佛 視為諸佛 以大師因緣 出現於世 這就是很有名的 叫開示誤入 那我們看師父怎麼解釋 開示誤入 首先講開佛之見 開表示開顯跟開發 好比什麼呢 好比我們說 這個開采金礦 是不是 礦中有金 但是必須經過開采跟野煉 那我們呢 眾生皆有佛性 但是佛性沒辦法顯現 金是埋在礦裡面 眾生的佛性埋在哪裡 煩惱裡面 所以佛說要勤修戒定慧 洗滅貪嗔痴 用什麼方法來開你的佛性呢 用戒定慧 叫三無肉學 無肉就是沒有煩惱的意思 才能斷除你的 洗滅你的貪嗔痴 那你的佛性就自然顯現 那是佛之見 是就是顯示給眾生看 因為在法華軍裡面 就有提到一個比喻 叫伊里明珠 後面我們會提到 就是有一個人到親戚家 然後呢 結果呢 喝醉了 然後他親戚臨時有急事 要到遠方去 那怕這個人醒來之後呢 這個生活有困難 所以你就放一顆明珠 在他衣服裡面 那這一個人呢 醒來之後 發現 他親戚都不見了 朋友都不見了 家人都不見了 孤零零的一個人 然後什麼也沒有 那 所以呢 就到處去什麼 去跟他做苦工 賺錢 做很卑賤的事情 就為了那一點點薪水 然後來補口 然後經過好久好久 遇到他親戚 他親戚就指著他說 啊 你怎麼這麼糊塗呢 我放一顆無價的寶珠 在你懷裡面 在你身上 你怎麼不知道拿出來用嘛 啊 何必這麼辛苦呢 啊 那什麼 就顯示給他看 有一顆明珠在那裡 那我們一樣啊 我們還埋在煩惱堆裡面 所以佛就是要告訴你 你跟我一樣啊 有這個福德智慧德相 那我們才恍然到原來 所以在《華言經》 佛一開會的時候 成道的時候佛就說啊 奇哉也奇哉 這個奇哉奇哉不是奇怪 這奇哉奇哉說奇妙啊奇妙啊 一切大地眾生啊 皆具如來智慧德相 佛當他成佛的時候他發現 不是只有我才有佛 有佛性 眾生都跟我一樣有佛性 包括螞蟻都有 天上飛的水裡面有的 全部都有佛性 那都跟我一樣 具足了福德智慧德相 但是為什麼顯現不出來呢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正等 就是因為有妄想有執著 所以顯現不出來 所以這時候必須視佛之見 顯現顯現給我們看 那再來呢 悟佛之見 知道了之後呢 就開始要修行了 修行就慢慢有體驗了對不對 然後越體驗就越相信 越相信就越用功 越精進 一步一步的就開發你的福德智慧 這叫悟佛之見 這樣了解嗎 很簡單 那再來呢 最後一個就是入佛之見 五十六頁 五十六頁 這裡師父這樣說 入佛之見呢 就是進入佛的之見 開是用佛的語言來說 是 是佛為眾生指出眾生各個皆有佛的之見 所以《華原經》有一句話 所以你們聽過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這樣了解嗎 又有一句話 佛性再聖不爭 再煩不解 也就是佛性呢 聖人也沒有比我們多 我們也沒有比聖人少 然後悟呢 事實上眾生 覺悟到眾生自己 皆具有佛的之見 入呢 則是進入佛的之見 發現自己本身 就跟諸佛的之見 相應相合 那就好比說 我們這個教室的虛空 跟外面的虛空 是一還是二 那是一啊 如果二界限在哪裡 是一體的 是一樣的 叫無二無別 可是呢 我們